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發信 據每日郵報報道 利物浦中場佐敦謙達臣的傷病恢復速度快過預期 他已進入英格蘭大名單 在利物浦二比一擊敗紐卡蘇的比賽中 佐敦謙達臣腿筋受傷 大家曾預計他將被排除出本次英格蘭精戰歐國聯的大名單 利物浦主席高普認為他的情況並不理想 不過在傷病問題得到解決後 佐敦謙達臣個人希望能夠在世界杯前的 最後一個國際比賽日進入三師軍團大名單 並且他一直與收夫基保持聯繫 最初收夫基並未將佐敦謙達臣徵召進入球隊本次大名單 因為在利物浦最近的三場比賽中 佐敦謙達臣都未出戰 不過他計劃是被佐敦謙達臣加入的 前提是他能夠在參加幾次訓練課後沒問題 這是英格蘭在11月卡塔爾世界杯前的最後一次國際比賽日 佐敦謙達臣不想錯過 收夫基都不想錯過 他認為這名中場是自己對內重要角色之一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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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est 再見 我想 再見